手机不可不慎 这是一个真实事件 一位21岁的男子参加研习旅游 回城时 女朋友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车 他们用手机拍了一些团体照 这个男子也想替团体拍照 由于他站的位置无法拍摄全景 于是他不经意地靠近了有4万伏特电缆的地方 在他按下快门的时候 4万伏特电压瞬间通过闪光灯 透过他的指尖进入他的身体 一切发生得很快 他全身有50%烧烫伤 没多久就去世了 当我们使用手机时 这状况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请大家千万要多加警惕 以下几点请大家特别留意 一不可在加油站的加油枪附近使用手机 二不可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三不可在手机充电时接听电话 如必须接听 请一定要移除充电器 四不可在床上或木制家具上充电 五不可在火车站或是其他有大量电流聚集的地方使用手机或以手机照相 六不可在雷雨中使用手机 如必须使用 则一定要远离门窗